我們今天在國民黨黨團開的記者會 就是呼籲檢調 競速釐清真相 幼兒園到底有沒有不當的位要 競速釐清 不要搞得家長人心惶惶 搞得幼兒園的幼教老師 士氣低落 我們看到教保員 全國教保員 他們許多不同的 總會 聯合總會 這裡有一個是中華國際幼兒文教聯合總會 另外一個呢 則是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 他們都發出了聲明了 暫停喂藥 暫停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 行檢調 趕快釐清 現在在幼兒園裡面 你拿一包藥給老師 老師不敢喂 老師的壓力非常大 活在幾個幼教園長的群組裡面 他們甚至希望國教署直接明文規定 不得喂藥 把這個壓力從他們的手中拿開來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原本 我們家長跟老師 老師好久好不容易辛辛苦苦 跟家長跟小朋友建立起來的信任關係 卻被這次的喂藥案到現在搞得不清不楚 就為了政治操作 搞得大家信任都破壞了 原所不敢喂藥了 我自己是小小孩的家長 我知道非常多的爸媽現在是 剩下的蛋 不能喂藥是什麼情況 我舉個例子好了 這些小小孩 他們跟成人 跟大的小朋友不一樣 他們剛剛開始接觸社會 剛剛開始更新病毒 三不五時 就會中這個中那人 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如果是尿道感染 這是許多小朋友常常發生的 要服用抗生素 我們知道抗生素 它是有一個療程的 在療程期間你不能中斷的 如果老師不會藥 爸爸媽媽怎麼辦 尿道感染是不會傳染的 小朋友如果不去學校 爸爸媽媽又需要他服用抗生素 怎麼辦 中午要衝去原所喂藥嗎 要帶小朋友去辦公室嗎 如果是在工廠工作 在外面工作的家長怎麼辦呢 這不是每一個家長都辦得到 再來 講一個最誇張的 包尿部的小朋友 最常發生的 就是紅屁屁 現在許多的脫婴老師 幼兒園老師 都會幫忙擦屁屁膏 請問現在老師還敢不敢查 這真的是造成許多麻煩 在台灣過敏的小孩非常多 過敏會傳染嗎 我因為過敏要用藥 所以就不能去學校了嗎 這現在真的許多家長 人心惶惶 但是我們不能怪老師 發出這樣的聲明 因為老師他們的壓力太大了 有事沒事就被問 老師你有沒有 為什麼要給我們家小朋友 這老師聽了多難過 現在出現的是 這一些誘教團體聯合出來 要求停止喂藥 再來是什麼呢 其實我在許多群組已經看到了 已經在醃釀罷工 醃釀罷工是什麼概念 又叫老師罷工 小朋友誰照顧 爸爸媽媽請什麼假 我們大部分的上班族 甚至在外面工作的 有幾天 一年有幾天假 照顧假可以請 原所罷工 爸爸媽媽怎麼辦 在接下來我想也不用多久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了 許多幼教老師已經想要轉職 已經想要離開這個產業 大部分的幼教老師都是真心愛小朋友 真的喜歡小朋友 把他們當自己的小孩一樣的照顧 一樣在教養 但是換來的 卻是社會的不信任 甚至是媒體誇張的說老師未讀 誰撐得下去 這不是一個很高薪水的工作 卻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這群老師都是靠愛心在撐的 這幾年已經受到了許多的打擊 再來這個政治操作 教室也好 衛福部也好 所謂的專家 請你憑著良心 請你憑著你的專業 告訴大家 到底有沒有不當的胃藥 這些都是科學數字可以解釋的 北榮營出來陰性 竟然還可以拖這麼久才讓大家知道 王必勝告訴我們 是因為家長不願意偷漏個資 誰跟你要個資了 我們不要小朋友的名字 我們只要一個簡單的 專家告訴我 這個數字判定 是陰性還是陽性 到底有沒有不當胃藥的殘留 不當胃藥的證據 就這麼簡單 你說不出來嗎 為什麼說不出來 很簡單 他們怕影響了老大的選舉 怕影響的是我們賴清德醫師的選舉 賴清德你好歹 是個專業的醫師 你出來說吧 到底 有沒有證據顯示 幼兒園裡面有不當的胃藥 賴清德 請你憑著你醫師的專業 告訴大家 不要再讓底下的人 這樣為了你的選舉 為了政治操弄 搞得社會對立 搞得幼兒園 老師 跟家長的對立 最後 這些老師出走 絕對不是我們想要的 不是家長要的 也不是小朋友要的 我想 也不是一個良善的上位者想要的 謝謝 我順便補充一下 這是2023年 4月的新聞 全台藥局 搶購百萬 感冒藥 為了什麼 提煉 安毒 這什麼意思 如果說我們一般感冒用藥裡面 就會有 安非他命 相關的成分 我們希望 有專業的人來告訴我們 為什麼 不是 是零檢出 民進黨 你在喊零檢出 在喊零檢出的那些人 我希望你自己去檢驗所驗一下 看看你自己能不能零檢出 我們看這新聞 大概 就可以懂 為什麼不能零檢出 除非你這輩子沒吃藥 沒吃過半顆感冒藥 不然 不要再操作 零檢出 謝謝 好謝謝 宜定副主席長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網路前面的好朋友 我想國民黨團這邊召開記者會 我們非常的 覺得痛心 因為民進黨的政客亂帶風向 導致於我們現在教保人員 不敢餵藥 而相關幼兒的權益 誰來照顧 我想 最近 昨天 相關的我們幼教團體 幼保團體 已經出來發 相關的聲明 接下來 由於民進黨的政治操作帶風向 導致於我們的幼教老師 文藥色變 那 現在在 這些 所謂的 不管是私幼 或者公幼的 小朋友 他相關的權益 誰來照顧 我們讓家長不能放心 我們讓我們的幼教老師 不能安心 好好工作 而這一切 卻是為了民進黨的 政治操作 其實 這件事情非常簡單 如同剛才我們已經 副主席長所講的 基本上 假如說有不當的 胃藥 有 相關 的檢測出來 真的是陽性的反應 那 必須 好好的來 偵辦 但是我們卻看到 這一件事情 民進黨完全把它 政治化的操作 而這樣子的 抹黑相關的 教保人員 導致於現在 家長跟教保人員 互相的 不信任跟懷疑 難道 這是民進黨 想要的嗎 我想剛剛也特別講出 所謂的胃藥案 北榮的 植譜儀的 相關的檢驗的結果 其實早就已經 出來了 但是卻沒有辦法 給大家 一個答案 而相關的說法 只是家長對於隱私權的保護 如同剛剛 一定副書記長 副書記長所講的 難道 只是為了所謂的人民 就不公佈相關的結果嗎 沒有人關心 是哪一個小朋友的隱私 大家關心的是你相關檢驗的結果 而這一點 衛福部都沒有辦法做到 如何安我們民眾跟家長的心 如何為我們的幼教老師 還他一個公道跟清白 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這邊再次的 譴責 相關的 政治操作 我們不希望 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總統的選戰 一而再 再而三的發生 等於把我們社會好不容易 建立的 相互信任的一個機制 是破壞殆盡 所以我們再次的重申 希望 檢調也好 衛福部也好 要在最短的時刻 給所有民眾 一個 清楚 而明白的答案 而不是像這樣子 想要拖延 而不給大家答案 造成彼此的懷疑 猜忌 甚至於對立 都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我們也希望 相關的單位 應該好好的來處理 這些事情 謝謝 請問有沒有問題 謝謝 想問一下那個有關於 藍白盒的事情 因為昨天 游淑貴跟 張思剛 在節目上表示說 就是會主動來爭取 柯文哲來站台 然後甚至在 區域立委上 如果沒有 民眾黨沒有人的話 也會爭取 民眾黨的 議員來站台 因為當時 學姐跟 林鄭月的 票數很高嘛 所以他說 在野的 席次最大化 是符合 想請教一下 民眾黨 應該這樣講 我想 個別的候選人 國民黨有相關的黨紀跟規範 所以他們要怎麼樣的做法 我覺得還是建議他們 先跟台北市黨部 好好的來做聯絡 而不是只供個人自己 當選與否的利益 你就可以把國民黨相關的規定 拋在腦後 所以像這樣子 個別的參選人的講法 我覺得讓他們去跟 我們的縣市黨部 好好的來做商量 那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 這種個別的行為 並不代表整體的國民黨 所以這一種 在節目上 這種類似 即興式的發言 或者 各自的想法 我們予以尊重 但是 再次的強調 國民黨還是有 自己的規矩跟規定 並不是 提名了你 就會 讓你 為所欲為 我相信 國民黨還是有 相關的規定 你覺得這樣子就是會 弱化 侯友宜的 這個 母機的這種感覺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 這只是個別候選人 為了自己 勝選 所想要 要趁媒體引發的一個討論跟議題 並不是整體國民黨的一個做法 所以這種個別人 各別 參選人的 講法 我們予以尊重 但是再次重申 國民黨有自己的黨規跟黨章 我們有自己相關的規定 那這種候選人各自的想法 天馬勤工的非常多 只能說 我們覺得 還是要由相關的 縣市黨部 來做同酬 不好意思 可以發問時事題嗎 嗨 你說 對 最新的民調 柯文哲 是位居第一 民眾黨就認為說 他們只有可能 綠營會改變選戰的策略 會變成 打科 那在這邊 會擔心 侯市長會變原話 當然不會啊 你不覺得 讓民進黨 去打民眾黨 那 民眾黨 我是不知道 是開心 還是難過 但對於 國民黨而言 陳厚宜市長跟國民黨 就是一步一腳印 我們爭取民眾的支持 這是一場馬拉松的比賽 那我們不會因為一時民調的起伏 來 欣喜 或者是沮喪 所以在這邊我們也再次的重申 國民黨就是按部就班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步調 那我們不用隨著 外界 妖魔式的 或者 歡樂式的 一個隨之情 OK 好謝謝